屎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嘉宠 今天请来人生后孕规划师 许正廖老师告诉你 2024农年的孕事 大家好 我是许正廖老师 好 那屎羊的朋友呢 在兔年其实很旺 虽然是犯太岁 可是其实蛮旺的 尤其是在事业升迁的部分 对 也算是中孕 有没有说购好到哪里 那在榮年呢 恭喜大家啦 哇 吉星笼罩喔 有太阴 乙贵 玉贵 福星 子惠隆德 天德 福德 胸心只有一个是病福 那病福就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尤其我们中秋过后就走 明年的节气运势了 所以有一点点小病 不要轻忽喔 要赶快去治疗它 去追踪它 那吉星我们讲太阴呢 土阳的女性朋友们会很旺 太阴也有跟财博 田宅有关 所以说你在投资理财啊 不动产相关的运气也会比较好 那日贵 乙贵呢 它是指天丁跟天女儿 日贵是指女儿 乙贵是指生男生宝宝 那子惠隆德呢 是最大的基星 就让你逢凶化吉 不可能就是一整年365天 不会遇到烦恼的事情啊 但是你有就是 子惠隆德不用太担心 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些麻烦事 突然就有一个人来帮你 帮你 对 那天德福德呢 它就是逢凶化吉会遇到贵人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哦 是福星 福星高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 这跟音业果报也有关系 可能你前世节的这一个好的夜报 然后突然你可能我开车 为什么有人导航导到翻到那个山沟山壁里面 那为什么人自己自驾都开对路 都不用人家打 那就是冥冥当中会有这个福星 也就是这个夜音来帮你 这个叫做福星 或是说有些人啊 他没有在看懂名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第六感 他的直觉 特别准 都会选到好日子 就有可能是跟这个福星有关 其实福星最好的案例是 无名师 你帮无名师捐个三万块 交给殡葬月全部都处理好 这就是最大的福星 他会一直报恩 报大概三四 还有那个捐官 对捐官也是 捐官也是 对 就特别好 曾经老师有看过一个人的名字 就他的格局也不好 名字也不好 但是他是大老板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当兵 在外岛没事做 就都去帮忙整理那些乱葬岗 木木圆乱葬 然后去帮忙去处理这些无名师 对啊 所以他的福报就很好 对 就变福星嘛 福报嘛 来 重点整理一下 鼠阳的朋友们在龙岩的运势 太阴灵工 男性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男和情色风波 女性就是大吉 对 那要小心心浮气躁 做错决定 我是说多管闲事 惹获上身 凡事要谨慎 忍让 不然的话会破财又伤身 对 那但是呢 如果遇到一些很无奈的事情 烦恼也不用太担心 会有贵人相助 可是你要讲出来哦 因为你不讲出来 人家也不知道 好 鼠阳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 获得你个人八字 有的流年 还有流日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Lite 跟老师预约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